1998年9月2日,厄尔多斯市东盛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内,两名女子和一个女童在家中遇害,凶案现场惨不忍睹。 9月3日下午一点,邱超来到警局报案,他的妻子杨怀莲,妹妹和女儿全都被人杀死在家中,警方迅速来到现场勘查,地上墙上满是血迹,凶徒为何如此残忍,连一个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。 令人气愤的同时,也引起了该小区居民的恐慌,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边实在是太吓人了,胆子小一点的都吓得不敢出门。 一旦激起千层浪,侦破的速度远没有流言传得快,甚至有谣传说是邱超顾凶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杀害。 警方经过屋内的脚印进行分析,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米7上下,年龄30左右,邱超身高1米68,年龄32岁。 随后,警方发现,受害人的一张存折在9月2日下午被取走了1万块钱。 据银行工作人员回忆,取钱的人就是一个1米7的年轻男人,由于戴着墨镜且比较着急,所以给工作人员留下了印象。 根据几天的调查,警方认为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,连孩子也不放过,只有一个原因,为了灭口。 专案组调查了很久,始终没能找到凶手,这一查就查了将近20年,可惜凶手还是没有到案。 2017年10月,东盛区公安局局长齐景阳上任决定大力重查旧案,要用现代刑侦技术来侦破这起时隔近20年的悬案。 2018年4月5日,案件开始重新进入流程,首先是与数据库中的信息做对比,对比工作20年来做过无数次,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,数据库中并没有匹配的记录。 民警们无奈地按着流程行走,可结果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,20年来都没有匹配上,这一次数据库竟然显示存在关联信息。 根据结果显示,2011年6月26日在包头市,曾发现一具无名男尸的生物剪裁,与命案现场提取到的断发有关联性。 经过核实,无名男尸曾在案发现场出现过,男子是因知情被灭口,还是另有原因? 他的死跟当年的旧案有关系吗? 卷宗显示,男子死因细自杀。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断裂,调查又回到了原点。 专案组决定围绕男尸展开调查,试图揭开男子死亡的真正原因,如果真是自杀,那他自杀的原因又是什么? 他到底是谁? 发现无名男尸的地点在包头市的一个山谷之内,死者随身携带了一把电弓刀和一个打火机,没有其他随身物品。 时隔多年,男尸早已没有查验的价值,唯一的线索就是男子有颗瓜子牙。 警方开始在案发地周边进行大规模排查,希望可以确定男尸的身份,两个多月不间断的走访,终于传来了喜讯。 通过在走访中采集的DNA样本,男尸的线索并没有找到,但却无巧不成书,意外发现了98凶杀案的线索。 5月29日,再次有好消息传来,警方发现李氏三兄弟有重大嫌疑,在现场提取的生物剪裁与三兄弟有一定的关联性。 兄弟三人中,老大老是本分,在村里口碑还不错,他与邱超是同学,跟受害人杨怀莲也认识。 老二为人仗义,在村里风评也还不错,与邱超一家没有什么联系,并不相识。 老三外相比较吃得开,家庭条件不是太好,但朋友很多,有些不务正业。 按照警方之前的分析,凶手只有一名,虽将调查重心放在与邱超一家有牵扯的老大身上。 当年事发时,警方就曾怀疑过老大,将其列为重点排查对象,可惜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证明此案跟老大有关。 时隔二十年,警方再次查到老大身上,说明老大很有可能就是98凶杀案的凶手。 当警方准备展开调查时,得知老大已于两年前病逝。 这样一来,就算查出老大是凶手,他作案的动机也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。 专案组决定继续查下去,不管如何先破案再说,必须还三位死者一个公道。 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,老大的嫌疑被完全排除,反倒是查出不务正业的老三有一定的嫌疑。 仔细核实,案发现场的生物检查与老三极为相似,但并不属于同一个人,老三的嫌疑也被警方排除。 6月7日,经过技术对比,警方发现最没有作案动机的老二,很有可能就是此案的真凶。 老二名叫李嘉诚,他并不认识杨怀莲和邱超,但经过技术排查和案发现场的生物检才进行对比,以及计算机数据库的对比之后,最终认定李嘉诚就是1998年凶杀案的凶手。 两日后,警方对李嘉诚进行了抓捕,潜藏近20年,已经50多岁的李嘉诚最终被警方抓获。 此前,李嘉诚并未意识到自己被警方盯上,直到警方亮明身份,李嘉诚才变得暴躁,惊慌开始剧烈反抗,企图挣脱束缚逃走。 李嘉诚如此举动,更加印证了警方的猜测,当日便将其押回鄂尔多斯式审讯。 押戒途中,李嘉诚的态度大变,他变得沉稳,表情异常镇定,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。 但他始终不敢跟民警对视,只要有人看他,他便低着头逃避警方的眼神。 专案组领导认为,此案已经过去20年,李嘉诚早已经做好心理建设,想到了应对警方的办法,想要让其开口说实话,恐怕没那么容易,对于审讯人员的水平有一定的要求。 正如事先想的那样,整个审讯过程,李嘉诚始终保持着对抗的情绪,要么不回答,要么答非所问。 审讯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,仍没法撬开李嘉诚的嘴。 警方决定换一种方法,试着打感情牌,在对李嘉诚的家庭情况详细了解之后,专案组领导亲自上阵,在铁一般的证据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,耗时18个小时,终于撬开了李嘉诚的嘴。 李嘉诚的心理防线彻底被撕开,开始交代当年所犯的罪行,承认了当年杀害杨怀莲三人的犯罪事实。 说完之后,李嘉诚一脸轻松,审讯人员也长出一口气。 20年前的入室抢劫谋杀案终于破了。 案件背后的谜团也终于被警方一一解开。 1998年,李嘉诚正在厄尔多斯市东盛区打工。 9月2日,李嘉诚和几个牌友打麻将,几个小时就输了2000块。 1998年的2000块相当于大部分人接近半年的工资,李嘉诚将所有的钱都输光,还欠了1000多块钱。 输得一干二净的李嘉诚到牌友冯某家吃饭。 酒后,李嘉诚表示会把抵押的东西赎回来。 李嘉诚在东盛区的熟人并不多,想要把押在债主手里的BPG赎回来,恐怕不容易。 思来想去,李嘉诚想到了经济条件还不错的邱超。 李嘉诚曾听大哥提起过这个老同学,他是一家大企业的驻外工作人员。 之前受大哥所托,把邱超的老丈人送回家过一次,还非常贴心地帮老人把东西全都送到家里。 凭借模糊的记忆,李嘉诚找到了邱超家。 当时正是中午时分,大部分人都在家里睡午觉,杨怀莲带着女儿和他的小姑子正在家里休息。 一阵敲门声将杨怀莲吵醒,打开门将李嘉诚迎了进来。 以前他帮过自己的父亲两人有过一面之缘,但也谈不上什么交情,李嘉诚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来访? 杨怀莲算是李嘉诚在鄂尔多斯市为数不多的熟人,他当即向杨怀莲借钱,只是见过一次面而已,怎么就好意思开口借钱?杨怀莲果断拒绝了李嘉诚借钱的请求。 对于杨怀莲的反应,李嘉诚很是恼火,两人还因此发生了口角,借着酒精将杨怀莲杀死。 为了灭口,他接着将杨怀莲的小姑子还有女儿一并杀害。 作案后,李嘉诚将一张存折拿走,也不知是李嘉诚运气好,还是杨怀莲记性不好。 存折的底部竟然记着存折的密码。 随后,李嘉诚去银行将一万元现金取出,在东盛区过了一夜之后才离开。 案子破了,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了邱超,自从出事后他便离开了鄂尔多斯。 这二十年来他这个受害人受尽了周围的白眼,就连身边的亲戚也不信任他。 当时有谣传说,邱超应有钱产生了换老婆的想法, 岁故人将杨怀莲杀害,就连自己的女儿也没有放过。 刘言飞语打败了邱超,为了自证清白,他辞去了收入还不错的工作,离开了厄尔多斯,开始新的生活。 当侦察员将案情的真相告诉邱超后,已经武施有余的邱超一边抽烟,一边默默流泪。 这二十年双重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,直到李氏三兄弟进入警方的视野,邱超在警方眼里一直是第一嫌疑人。 2018年6月12日,杨怀莲生前所在的学校,以及他曾教过的几十名学生代表,来到东盛区公安分局,将六面锦旗送到专案组民警的手里。 感谢他们二十年来切而不舍的努力,终于为他们的朋友杨怀莲招雪。 令人遗憾的是,李嘉诚最终活了下来,虽然他再也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,但凶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,实在让人觉得有些不快。